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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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堆对手就真的相似了 赢完星班牌外档 新力宝 上场叫把握到交代了 看回片其实上场最后75米都转弱了 今次星班还要执到外档都难选到 对啊 里面有人顶他才起码非霸龙 神霍杰还是挺活跃 但真的上来这个分子就似乎有点摸顶 还要用毛显东都未必省得动他 威哥叫这一只 胜利威龙 一对都是胜利的了 最重要是胜利 起码赢了才说 星班班这些都仍是神难气定 神粗的状态来说就没有走样的 经纪勇士 上场状态还是健康的 上场都以为他不是太够了 但也有扣上来的 这些都可能有些冷味的四重彩配脚 胜利风范 潘顿棋两次赢两次 那可不可以连下三成呢 听日骑士怎么说呢 他可能会被找到的 尤其是从门口出门 但几乎他也很刺激 他也很刺激 我自己最初的评价和金春六寿差不多一起买回来 部署都很迟 结果那只去到马王级 但这次最后都追上来 都去到九字头 虽然还有些距离 不过都没有令大家失望 最近两场赢 尤其上次都出色 一直望空抢口 竟然进入地路 一期内还有反应 今次再加些榜 都要考验一下 上一次呂建威那晚很得心应手 距离过关都摁了 结果四圈那晚 看今次的胜利风反 是否与扣女同晚配合出击而来 看来马价还有一些空间 有分手 潘顿其实是很夹的 至于上次输给他知道必胜 看到雷神都不服气 过中点那一步其实过了 不过刚刚转弯 直到楼位的时候 都有一点趴得迟 如果是走一步的话 他一定是赢了 但这马价都很厉害 自从阉害之后 好像执回正的进度 改了跑法 以往年轻时是新马 时是摆钱 现在后追的马一样跑得好 所以今次排着十二档 很短 预计都会留住 用蔡明少 其实都是拍的 以往都是其他那些马 跑得好的 我觉得这匹马下跪 现在三岁 主价过了四岁 应该更厉害 这只资料必胜 所以你说这两只马 今次再对了 我觉得现在要逗一下 可惜资料必胜 当时是差一点点 如果排入一点 我觉得他会先反 先看这两个马 是否跑得好 刹科夜的压续一战 冠军联马斯 会否斗到最后一场 去到大家最想见到的画面出现 才能分到胜负 明天才有分晓 但去到尾场措施的暴触 又会怎样 预计仰宝宝用周晋乐 兼且休息了一段时间 应该是他单骑领放 另外一只快 还有新力宝 但新力宝始终是在排了外档 你抢到来 我想以昌宝宝 都贴着蓝 就先走了 再看新力宝里面 还有一只快马 就是胜利威龙 所以新力宝就算走得很快 也好 我想胜利威龙 都会有一点时间 撑着他 如果幸好 拉散松一点 胜利威龙 有机会摄到二叠第三位右遮挡 前面拉快了这些暴触 我想中等偏快都走不脱了 安哥乘着好位 还要用临挂胸的苏迪雄 我想都是斗智十足 一定是霸着好位走的 都要押回前一点 不会太过落后 似乎几只机会马 都要守着好位的时间 看看明天的措施 会不会真的有少少中等偏快之下 就要斗到最后一步 好像冠军联马斯 是银力之争 暴触先生的预测就来到这里了 将余下的时间交给沙拉 就赶紧胜利威龙 大家好 我是彩职小姐 承回暴触先生说 这场有可能是一个中等偏快的暴触 究竟呂健威一对马 胜利威龙 可不可以凭着档位 拉松一些马群 入到一个三借位的位置 有些遮挡呢 我们先看看影片 这场是谷草千二 就是上场的 他是对达深星 单打独斗 就是压赢你少少 都赢了一条马颈位 但是一二名的马 都可以脱掉那些古浪顺风 维港不留城 六个身位 真是很厉害的 今场很明显的 最重要是叫胜利 胜利胜利 因为呂健威真是双龙出海 即是一对马 在桂内的赛绩 起码有两分 甚至以上 我就当胜利风范 你今场还是怕他平分高棋 起码上场还是赢马 相反胜利龙龙 都是考验下个档位 那究竟今次的赛事 呂健威一对马 可不可以斗高东来的和道区 以及辉哥那匹安哥 不妨在尾场赛事 大家在电视机面前大声喊 好了 九场研究完毕了 我们看看今天我们 谷草杀科的精选 选了哪几个组合 好了 3T精选 又多保 567这三场 36双胆 配具25893 这次关第六场 26双胆 配3489 3T美关第七场 3号做胆胎 1471共96主 4重彩精选 减第3场 4号和8号双胆 配具12371 胆式精选 看看这一场 第七场 3号做胆 配夺147 连赢共3主 OK 今次赛事就赛科了 首先多谢各位观众 对胆式个人的节目支持 多谢两位拍档 Alex和沙拉 今季都做了很多功课 是的 特别我和阿佳 都在这个节目做了几季 可能有些事 都还需要大胆进步 希望可以多多包含 谷草杀科战 祝大家好运 亦都多谢大家 对胆式个人力贵支持 我们有缘再见 再见 当然了 我也要多谢两位拍档 亦都多谢各位观众的包容 北京的小弟 第一次和大家讲神操 年轻小伙子和大家讲神操 都希望大家多些包容 再一次多谢各位 对胆式个人的支持 希望我们有缘再见 我们有机会再见 拜拜